大家好,我是怡婷 對,今天 要來試吃這個 很怪異的 外表很怪異的 北海道 海參軟糖 這聽起來就 很詭異 那為什麼 會去試吃這個詭異的東西呢 因為 就是這麼特別的東西 不試試看怎麼可以 對不對 來試試看 那裡面長這樣子 它是 我來看一下 這 有沒有 海參的形狀 好 據說呢 這裡面是 富含了多種的營養素 對 好,沒關係 詳細的可以看我部落格的文章分享 來試試看 這個 雷不雷 好不好吃 看表情就知道了 好嗎 嗯,它好Q喔 其實比想像中好吃耶 我以為會有 那個海的味道 我先含著一下 有酸酸的味道 嗯,其實不錯吃耶 嗯 可以再吃 只是這外表實在是太詭異了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,它吃起來就是 軟糖 好,這有講跟沒講一樣 它超Q的 而且 它吃起來有酸酸的 有一點點那個檸檬的味道 對,啊我個人蠻喜歡吃酸的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沒有甜味 也沒有腥味 也沒有 我想像中的什麼海參的味道 然後 就是它有那個 生吧 就是 它有 就是也不會有那種 就是 也不會有營養品那種怪味啦 總之蠻好吃的 對 但它的外表 我剛剛 一開始吃的時候 其實我要做一點心理建設 它真的像一個蟲啊 你看 但是超級Q的有沒有 好,這樣看起來更像蟲了 好,總之 酸酸的 QQ的 蠻好吃的 嗯 就這樣啦 掰掰